最近消息 在苗栗縣院里正有一家 模置腳踏車架的小型加工廠 傳出了火警意外 有五名消防隊員受傷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場內不斷冒出了火焰 而消防員進到場內之後 發現是回收的鋁粉管線 冒出了龍煙 由於這個鋁粉是進水性的物質 這個警消只能用附近的紅土來滅火 但沒有想到在消防員 準備要來切開鐵皮輸送袋的時候 疑似有水流進到了輸送袋當中 瞬間引爆了氣爆 有五位消防隊員來不及反應 造成這其中有兩個人臉部有紅腫 三個人臉部有一到兩度的灼傷 還好他們的意識是清醒的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另外也可以上LINE貼圖小鋪 來購買華視主播的官方貼圖 請訂閱華視頻 請訂閱華視頻